水握荷包蛋的经典做法 又嫩又滑,接下来我们看看具体的做法 首先将水烧开 勺中倒入适量清油 稍微摇晃清油让油浆勺子氢润 打入一颗鸡蛋 放在水面煮,勺子不要沉下去 在荷包蛋盛行后慢慢把勺子盛入水中 不要煮得太久,不然太老了,口感不好 煮好后就可以起锅了 看又嫩又滑,色香味俱全 更多精彩,请关注毛鸣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